为什么你们男人都喜欢保时捷911 因为骚 不是 因为这车的赛道性能好 尤其是带上黑丝功能 你以为看了上期视频 能分辨历代神似保时捷911 就能鉴别伟富豪了 点赞加关注 可别上错车了 保时捷911江湖人称 伟富豪这就不 绝非浪的虚名 即便是同一代保时捷911 要分为24款车型 价格从122.8万 到389.8万不等 这意味着 同一代911的高低配差价 差出了北京四款一套房 再加上二手车残值 30万出头的996拉下线 保时捷911坐到了 上达麦凯伦下踢丰田86 首先来说 最容易区分到Tager系列 这个系列虽然便宜 但却是真富豪的一片净 他们装插的手段不是价格 而是 这种优雅气质控的富豪 家里肯定不止这一辆车 金属圈限制了装插 只要看到带有金属色 粗壁骨 也就暴露了他们最高版本售价 上限只有164万元 而且你完全不用担心 有Tager车主把金属色壁骨喷黑 去冒充Tager 4 GTS 因为那辆车也才172万 花个喷漆的钱 只多装10万的插 这个装插性价比 可比卡雷拉系列差远了 没错 卡雷拉系列就是宝尔街911车型中 伟富豪装插的重灾区 也是911最入门的系列 卡雷拉可以和以下三个数字字母进行排列组合 产生共计8款车型 其中敞篷版是最好鉴别的 带S的后轮宽度从295增加至305 不过个人认为 姐妹们没必要区分这8款车型具体是什么 只要确定它是卡雷拉系列 160万就是它的上限 那么如何确定呢 没有任何空气动力学套件 包括尾翼扩散器包围排气尾猴是两个方形的 同时后轮宽度不超305 这肯定是卡雷拉系列无误 下面这个系列是整个宝尔街911系列中最尴尬的GTS系列 这个系列属于真富豪瞧不上尾富豪决不买系列 GTS在性能上可以理解为卡雷拉加S再加个S 原因很简单 GTS系列的外观就好像是盖板卡雷拉刚从气培城开出来的样子 Turbo可以和这两位排列组合 共计四款车型 明显宽出车体的后轮包 方形双边四处排气 以及后轮包处的进气口 这些都是Turbo系列不好被模仿的特点 最后说的就是宝尔街911的天花板GT系列 该系列虽然长相还是个911 但是却和911研发团队完全不同 GT3RS在Turbo系列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空气动力学套件 更针对狂热的赛道驾驶者 GT2RS更加极端 匹配700匹的双涡轮增压六缸发动机 在许多方面它都是911的中级铁带 在外观上也很好分辨 夸张的碳纤维套件 除了Turbo侧面的进气口之外 还在前翼子版处增加了开口 尤其是顶级GT2RS大量的碳纤维覆盖件 如果用卡雷拉硬改 改装成本加上原车架 都够买一辆正儿八经的GTS了 我想应该没有人吃饱了 停停停 放大照片 看 后翼子版处最关键的散热口并没有改 看来金属件打孔并板金的成本还是最高的 所以如果可以分辨出保护捷911的各款车型 韦富豪的鉴定就万无一失了吗 当然不是 为了帮助客户装插 保护捷911又推出了忙忙多的选配 无选配等于毛批房成为了大众认知 比如我们购买一辆价值127万入门版卡雷拉 选配目标就是为了装插 如果不加钱的话 车漆只有黑白红黄四个颜色 金属漆 15000 特殊颜色 33000 想自定义颜色 1080000 接下来我们看看装插重点轮毂 入门卡雷拉的20寸轮毂显然是最low的 想要卡雷拉S的21寸轮毂 20000 RS轮毂 40000 Turbo系列轮毂 40000 轮毂也可以改色 随便一改 150 甚至连轮毂中心的保护捷logo如果不加钱都是黑白的 想要彩色 2000 车的外观也可以改 天窗 20000 碳纤维车顶 40000 全套Turbo系列包围 70000 如果需要亮黑色的那就是 89000 入门卡雷拉内饰就是纯黑塑料 醉了 想想我们十多万的自主品牌都是真皮缝线加黑红撞色了 想要做成这样也行 姨妈红加黑的经典保日捷拼色 39000 内饰的碳纤维装饰也必须搞上 其余和装插无关的电子配置底盘啥的一律不一样 车身大概也就这样了 再来点小贴纸啥的吧 什么小贴纸官方竟然也有 这个贴纸 这个贴纸 这一套装插选配套件下来也要将近38万了 一辆高配奔驰C出来了 这数对于伪富豪来说也不算少了 怎么就算帮客户装插了呢 喂张哥 我要是买一个入门卡雷拉 照我刚才给您发那个清单改装 全要国产件啊 多少钱 什么包围一万轮毂一万 真皮包内饰一万 您还送我一个一万的全车引擎车衣 总共四万就行啊 那行啊不砍价啊张哥 嘿那可真行 四万块钱 月升Turbo系列 面子加成 北京一套房 姐妹们 你们记住怎么分辨了吗 喂我昨天让人给骗了 都赖你们那个破视频 不是你们视频说的 后轮上有进气口的保时捷就贵吗 我在三绿屯上了一辆 第二天早上那男的告诉我 他买的二手的 那车718才四十万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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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